符原爱去年和江洪杰爆发婚变后 已经一年半没有返台见小孩 没想到24日传出他人已经回到台湾 却又爆发争议 气得江洪杰在IG开骂 痛批他接走家人后就失联 不懂这是什么善意的交接 将叫做善意的对家人好 对此双方说述的华言国际表示 符原爱确实已经在台湾 但何时回来的不清楚 昨晚他接走其中一位家人后就失联至今 所以小杰才会担心发文喊话 其实自从两位离婚后 符原爱就迅速和布伦很冰难交往 甚至传出载婚消息 让大众对他的好感度不断下降 最近就有月媒透露 被剧看的他竟想靠着脉蠢 在演艺圈求生存 据周刊现代报导 符原爱近期在知名众艺节目现身 在其中一个蒙眼慈寿师 猜吃到什么鱼的环节 符原爱明明吃到的是竹家鱼 去自信满满回答善辈 并指出符原爱离婚后 主要的收入都来自中国 但随着他不工作 不养小孩整天和横斌难黏在一起 还过上明星般的奢华生活后 似乎也让部分中国文友反感 所以他为了要让中国觉得他还是有工作 因此才需要上一档综艺节目 哪怕他在里头半逞 在求工作之余 还是把家庭问题处理好比较好吧 我们下期见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